潮州空降傘C搖三洞 運輸機飛過上空 打開艙門空投傘兵 傘兵在空中聚隊擺盪 接著迅速抓緊拉繩維持穩定平衡 在空中劃出弧線降落草地上 有的傘兵重心不穩往後翻譯圈 有驚無險 就在30號上午9點多 潮州空降場 航特部總共89名傘兵 進行基本傘訊 吸引大批軍事迷前來觀看 你本身是傘兵嘛 對 是軍校同學 跳第二次跳傘 不僅同袍 還有的則是傘兵家長 用手機直播 記錄孩子第一次跳傘 第一次跳傘 路地 安全 給他打幾分 100分 很好 真是他說比較不緊張 基本傘訊一連好幾天 所使用的降落傘是軍備局研發 民國68年已經量產 多年來不斷改良穩定度 純手工製造 培養未來 空降神龍強化 國軍戰力 記得張創王說 A3家主評東報導 我是林佩傑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中市的各自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